大家好,我在台湾已经过了四个多月了 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我12月过得怎么样 我12月初跟我的接待家庭一起去台南的关子岭 这是好汉坡,很久以前军人为了体育每天爬了这个楼梯 我现在在吃的是竹筒饭,是糯米做的,超级好吃 喝假 我们找到了关子岭的特色,硫磺泉,很热很热的 我月底跟接待家庭一起开车到台东露营 我们开了四个多小时的山路,可是看到了江山如画 台东在台湾的东部,靠着太平洋 这条山脉是安山岩和岩浆做的 虽然山上没什么平地,可是还可以用梯田种植物 我现在在爬到山顶的观景台上看看风景 我们露营区就在这高耸入云的山上 所以我们真的就在山蓝里 李蓝是你的蓝哦 左边是台东市,右边是太平洋 我们隔天决定实在太冷了,受不了了 所以我们就收帐篷下山去泡温泉咯 我的圣诞节过得非常开心 我参加了两场派对 一个跟邻居,一个跟Nissley 我跟弟弟一起拉了两首小提琴二重奏 这首歌叫平安念 这是我们Nissley派对的表演 叫做红鼻子迷路Rudolph 请你心想一下我们一流的演技 我们应该是在百老汇剧院表演的 对,我们就在百老汇剧院的 来ren重元来摧毁 去区区区儿 给我们全部取得到 支持你们俩胖吗 我们就在山蓝里 看这张相片 我看这张相片 我看这张相片 有什么是何 我看这张相片 你看这张相片 你看这张相片 你还有什么是何 你爸 圣诞节晚上 我突然听到了一些人 在我公寓外面唱圣诞颂 我和我的邻居 在我们个人的阳台上一起听 谢谢您听我介绍 我12月的活动 拜拜哟